- 歡迎收看我不可能的南鐵頻道 今天要玩的是水流Fee Fire 我要活下去 今天要來抽惡靈之強 這個惡靈之強有歷史 他是Fee Fire 2018年的時候推出的 萬聖節的凝膠護盾 然後這個惡靈之強很值得大家收藏 那時候我好像沒抽到吧 總之來講他就是一個比較矮的凝膠護盾 今天會抽給大家看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他的歷史 不知道之前有沒有復刻過 總之來講這一波讓我看到 因為之前有時候會有一些小活動 你可以直接用鑽石去購買 可是像這個的話 我印象中好像有復刻過吧 有點忘了 總之可能沒有抽到 然後這是我當年沒有抽到的惡靈之強 你看到我從2018年撐到現在 繼續玩這個遊戲 終於有機會把他帶走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屬性評分 可胖爬性竟然是三格耶 屬性三格耶 這個以前沒有屬性啊 我真的沒有印象耶 那時候我記得一開始 2018年的時候好像沒有什麼屬性槍 他寫三格 然後你可以看到 岩體高度護盾降一格 護盾範圍兩格 像個像 然後你們看到這個屬性會不會嚇到 因為竟然出現三格的屬性了 那未來的槍支呢 會不會如同拿鐵之前預言的 之後會出到三格 因為其實你們應該有發現 最近很多塗裝槍的部分呢 屬性都快要double double 都快要重複了 所以說未來出三格 我個人覺得不意外啊 因為Viva現在這個遊戲已經走向 就是很多東西飽和了 然後呢 三格可能都推出 我印象中以前這個好像沒有屬性吧 我忘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們2018年如果老玩家 你們那時候有抽到這個惡靈之強的話 確認一下你們沒有這個屬性評分三格 總之來講今天來抽抽看吧 然後我其實還蠻喜歡這個凝膠護盾 那時候小的凝膠護盾我都沒有拿到啊 都是好像沒抽到吧 總之我們今天就來試一下 這個小凝膠護盾給大家看一下 他很好玩 因為他可以拿來墊高 OK我們先取消兩樣東西 呃好這個吧 這兩個都不要好了 保底我們應該是 2000 將近3000專應該是保底吧 第一抽九鑽 會不會九鑽就出了 欸我來算一下 九鑽沒出 好再來四十九鑽 這個一定要抽到 這個復刻我覺得很感動 這可以玩一些有的沒的 沒中再來九十九 這個真的是多年啊 2018年推出的 有的朋友們打加一讓我知道 多少人擁有這個 你交互盾你現在還有在玩這個遊戲 現在是356鑽 哇塞不會黏著到保底吧 這個那麼多年前的東西了 雖然很有感情 可是也太久了 這麼久應該要 啊這個臉譜 臉譜還好 喔欸這個臉譜還蠻像 怪怪怪什麼惡魔之類的東西 599 不會是保底轉蛋嗎 我上一波歐玩這波要保底嗎 拜託不要啊 太扯了 欸官方這個機率 你不要給保底哦 不要給保底不要保底 扯 超扯 官方真的很缺錢 大家都去玩 unreal break out的 暗區突圍了 好啦 保底出啊 2952鑽 竟然要保底 2018年庫存的東西放到保底 雖然我是覺得可以擁有啦 可是保底有點貴啦 然後大家可以留言你們花多少蛋抽到 好啦來吧 我先來給大家看一下為什麼要抽這個 這個是 就讓到保底我還是會想要的東西 因為 他有歷史了 在那時候我沒有擁有 然後很多玩家要拿這個泥膠固盾 他這等於是 你要拿來擋敵人 沒有要擋 你看這大小 我看一下這大小 而且 他是目前出現 第一個 有凝膠固盾有屬性的耶 之前凝膠固盾哪有屬性啊 第一次看到耶 這應該是官方把它加上去的吧 好我們就裝這個吧 而且你們看他的外型沒有做 他那時候沒有做這個凝膠固盾的外型 你看這個其實每一顆都有做有沒有 就有稍微去調整他小顆的 好總之我們就測給大家看一下 我直接到一場的經典模式裡面好了 這樣比較快 好我們現在呢 先去找一下凝膠固盾啦 可以看到我現在的這個 飛行器呢 是很像梗鬼那一隻 可是看不到正面喔 好帥喔 這個飛行器有個帥的 很值得大家 刻下去 我們來先看一下凝膠固盾吧 他就這麼小一個 而且他是斜的 所以他是可以爬的 可以爬的話呢 你就可以去 躲在一些牆上面喔 我去找一下多一點凝膠固盾 等一下分享一下他怎麼玩 好我現在可以看我這個凝膠真的超小一個喔 這小凝膠基本上 沒有辦法防禦 上面往下面打的敵人啦 OK 拿到好一點的甲了 有SVDY 我們現在可以多拿一些凝膠固盾來玩 DOMINATING 掰掰 一槍抬掉 有點兇 這個真的是 哇又來 那個凝膠真的擋不上 哈哈哈 只能擋腳的凝膠啊 再一台 哇時間快結束了 有跑車欸 終於找到跑車了 哇 好帥喔 藍寶街泥開起來 找不到建築物可以跳的 找一個 比較沒人的地方 這火拿電腦 撞下去就知道了 欸死了 好我示範一下 譬如說像這一個 屋子好了 原本如果是爬不上去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架 架這樣 就有點像我們在 社交島那個東西啊 你就可以這樣架上來了 有沒有 跳上來上面 那你就可以在上面 歸 敵人 確定就是他 比較擋不住別人的攻擊啊 如果你遇到 強一點玩家 用這個凝膠護盾 可能直接被爆頭 好我們來跳這個 這個凝膠護盾超好玩 所以很多 新玩家沒有啦 老玩家可能也不一定有 因為他不一定有抽到 有沒有這樣我就上來了 很多地方都可以這樣玩 剩下三個敵人 這場感覺是有火炎有電腦的 傳送門 不來了 哈哈 傳送門超快 再抬一個 欸 吃雞了 好啦 這個就是凝膠護盾啊 超好玩的 所以真的很建議大家 這一波 可以克啊 因為他可以爬到任何地方 打牌我也用得到 缺點就是 你可能架上去 架好後呢 可能會被爆頭啊 刺威的缺點 OK 這場二二二殺 應該有一些是電腦 現在的經典模式電腦我真的超多 我現在下午玩啊 所以蠻多的 主要是測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泥膠護盾 真的不錯啊 好的 那也歡迎大家分享 你們花多少賺抽到 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那今天遊戲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那天的影片 可不可以喜歡 持續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繼續分享 這遊戲攻略跟情報 也謝謝你收看 我們下遊戲見囉 掰掰 我們下星期見 2012